在本场曼阿密国际对阵亚特兰大的比赛 大家也看到了 没有梅西的曼阿密国际可以说是不堪一击 直接被对方打出来的一个5比2大比分 而球队距离季后赛也越来越远 这让很多球迷都不太理解 为什么本场比赛没有出场比赛 为球队拿下关键三分 而赛后曼阿密国际的主帅马迪诺也在采访中谈到 梅西感觉到自己肌肉疲劳 所以我没有让他出场 这是一种不成熟的想法 虽然梅西是想要回来比赛的 但我在两天前就决定好了 让梅西和阿尔巴都轮休 我不想要让他们冒险 他们两位明天都将恢复正常的训练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他们的健康问题 无论梅西训练怎么样 我们都不会着急让他付出参加比赛 我们更加希望拿下公开赛的冠军 决赛只有一场比赛 这很吸引我们 我们将会冲击冠军放在首位 就算剩余的比赛 我们全胜也不一定能够使进入到季后赛 可以说 麦阿密国际这次官宣让梅西休息 其实是为了接下来的美国公开赛的决赛冠军争夺 所以才会让梅西多多休息 而不是让他为了可能拿不到的季后赛名额 拼尽全力 这也让梅西的粉丝感到欣慰 马蒂诺确实私下关系和梅西非常好 知道这个时候需要照顾梅西的健康问题 而不是为了不太重要的美植连季后赛 伤害梅西 而球王其实也请求出场比赛 但还是被麦阿密国际主帅拒绝 这种为球员考虑的行为也让大家看到了人情味 而接下来 梅西和麦阿密国际将会全力冲击赛季第二个冠军 那就是美国公开赛冠军 这也将会是麦阿密国际队史第二座冠军奖杯 对于球队的意义非常大 梅西在本赛季加盟了麦阿密国际之后 也成了美植连历史上最大盘的球员 在美植连效力期间 梅西也找到了踢球的快乐 用自己的进球和助攻帮助球队不断拿下胜利 梅西也公开表示过 在这里踢球是要比在大巴黎效力的两年时间更加开心 这里的球员是全身心的支持他 而大巴黎球迷经常还对梅西和内玛送上虚声 这种对比上的差距让梅西更加享受在麦阿密的日子 而目前梅西也官宣了决定他将会在劳德戴尔堡附近买下了一处价值1075万美元的豪宅 这次梅西购房是直接买下来了一个10间房屋 外加还有游泳室以及超级大草坪的豪宅 这间房屋里面还有VIP套房和相当多的娱乐功能 以及顶级的厨房系统 这些配置让梅西非常满意 想要在这里享受生活 而且这个豪宅距离好兄弟布斯克茨的家也非常近 梅西在这里买房也是为了未来退役后和他们一起更多的沟通和享受 而梅西这次在美国买房也是让麦阿密国际欣喜 这也证明了梅西是想要长期在这里生活了 而不是提两个赛季合约到期就走人了 也不存在想要回归巴萨了 梅西这次也是断绝了回归巴萨之路 不存在和大巴黎效力时候一样 在放假时候返回巴萨罗那度假和休息 而是想要全身心的在美国体验到生活的快乐 梅西铁了心不回归巴萨 主要还是没有原谅那三个人 一个就是联合起来赶走梅西的拉波尔塔 还有皮克 这两位私下的计谋也是被曝光了出来 第三个就是巴萨主帅哈维了 夏天哈维的发言也暴露了他不欢迎梅西回归的态度 球王未来也不会和这三位有太多的交集了 梅西之所以对巴萨感到失望 主要是因为他担心回归巴萨后 可能面临降薪或者被租借甚至卖出的问题 这些担忧成为了梅西不愿再次与巴萨相聚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一情况也让球迷感到非常失望 因为他们曾渴望看到梅西再次穿上巴萨的战袍 但现实却远非如此 巴萨方面在梅西选择加盟迈阿密国际后 也发布了一份声明做出回应 他们表示 我们在梅西回归这一问题上付出了努力 但最终梅西选择了前往迈阿密 球队将继续对他表示祝福 尽管我们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 这番声明延续了巴萨高层一贯的风格 强调梅西的努力是关键 而忽略了球队自身的责任 拉伯尔塔和哈维一直强调 梅西是否能够回归巴萨取决于梅西的努力 而很少提及球队需要为此付出的努力 这种立场让梅西陷入被动地位 而他的粉丝们也多次对哈维提出批评 认为他在甩锅梅西 这种行为缺乏公平性 巴萨回应梅西签约的声明中也强调了 球队付出的努力 这显然是为了安抚那些一直期待梅西回归的球迷 自从世界杯结束后 巴萨一直在传递梅西将会回归的信息 但一直未能兑现 这使得球迷们感到愤怒 他们需要听到拉伯尔塔的解释和安抚 而这份声明则似乎是在应对这份情感 球迷们纷纷表示 这次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 巴萨根本就不想让梅西回归 梅西选择前往美之联 不仅能获得高额的工资待遇 还可以与昔日的巴萨队友布斯克茨再度携手 梅西的粉丝们似乎也不太愿意看到他再次与拉伯尔塔合作 因为他们认为这对梅西而言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总的来说 梅西和巴萨之间的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虽然球迷们一直希望看到他的回归 但现实就让这一可能性变得越发渺茫 在未来 梅西将在迈阿密国际展开新的篇章 而巴萨也需要面对自己的挑战 继续前行 这一段历史将会永远的铭刻在足球世界的记忆中 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 梅西加盟迈阿密国际后 质变了这支球队 这个俱乐部和美国大联盟这个联赛 梅西的质变不需要前一幕化 当然也有前一幕化 但更重要的是立竿见影 梅西直接让迈阿密国际收入倍增 球衣销量都破历史第一记录 而且到10月份才能发货 连库存都被用来印上梅西的名字后出售 更别提门票了 每场都能秒售庆 无论是主队还是客场 以上的经济层面的一部分 梅西直接决定 梅阿密国际的还有竞技层面 在梅西加盟前 梅阿密国际超过10场没有赢球 梅西加盟后 梅阿密国际还没有输过球 而且已经夺冠 还击败过联盟第一和未免冠军 哪怕没有梅西 他们也能够赢球了 现在的梅阿密国际球员们 已经从联盟垫底的心态转化 成为想要三冠王 比如身价10亿美元的砍少爷 根据9月16号的报道 身价10亿的砍少爷 接受采访好评梅西 表示跟梅西一起踢球会更加自信 只要上场就会有效果 连训练都能被梅西 他们这三位巴萨 U40的竞争精神所感染 心里强大的砍少爷 虽然说球要一场场踢 不看积分榜 但他还说 麅阿密国际的目标 就是成为三冠王 他一出生就想赢球 现在想的就是三冠王 这就是梅西给的勇气 让一直联盟垫底的队友 都开始憧憬三冠王了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